我就會把它放在我們剛剛講雲端上面的安裝環境 這個安裝環境 我是把上個禮拜做好的Eclipse環境 這個環境基本上也已經跟Python做連結了 然後呢 也設定好我們工作區是UTL-58 因為如果你看到RUN一定是 你沒有把MS950 改成UTL-58 OK 字的大小我們也設定了 如果沒有你就再把它設定 所以這些東西反正你只要重新做一個環境 這些都是一定要RUN的 把它熟了之後其實好像也沒幾個地方 只是說這個東西是要多做幾遍就熟了 OK 這個環境你可以把它下載 另外的話 可能就是要先裝Python 然後再把這個Download 然後就RUN RUN起來 可能那個程式啦 如果你的Workspace已經跑掉了那就重新再來吧 所以很多東西啦 就是一定要動手 然後呢 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坦白講 隨便弄個東西啦 一下屁股坐下來可能 一個晚上就不見了 OK 真的是這樣子啊 有時候甚至弄到 天亮就有可能啦 因為弄不出一個東西來 對不對 所以這東西其實說有趣的地方 其實就是 挑戰性很高 未知的領域很多 但是 困難點也蠻多啦 不過 這個當然 就是要有興趣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 第一個 你把環境先弄下來 所以 如果你這個不OK 你就幫我 把這個環境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呢 你就是把 把它解壓縮到 這邊 200多 你就把它解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低碟 就是會跟我一樣 就有個 Eclipse Python 然後呢 你可能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把 Python3632 裝在低碟 如果有你就是再連接一下 然後設定那些東西就OK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啟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一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呢 是非常OK的 而且蠻好用的啦 我覺得 因為你要 打程式啦 管理專案啦 或者是 版本控制啦 或者是跟 那個網路上 GitHub那些 都可以直接做串聯 然後還可以做 除Debug 然後顏色 各方面 其實我覺得 他功能其實已經算蠻強大的啦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就是 另外一個範例 那個範例的話 就BMR 我剛剛講的 剛剛的話呢 是這個 H 就年齡部分 那再來當然 因為後面 VBA啦 我覺得VBA可能 自己要花一點時間啦 那我大概 就帶一個 比如說 我們剛剛這個年齡 我如果想要快速的 把它變成VBA的話 其實就是 你就掌握啦 其實程式語言跟程式語言 裡面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你抓出來 然後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 所以 如果你要把 這個剛剛的程式呢 直接改成什麼 改到VBA可以RUN的話 第一個 把它Copy一下 然後把它中 其實以後 你就如法炮製 以後呢 如果Python可以寫出來的 你也可以在VBA自己RUN一下 因為 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每個的每個都這樣RUN 但是 基本上都差不多 第一個 開啟 我是覺得那個 初學程式的話 其實這個VBA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 它完全不需要做 你只要開發人員RUN起來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插入一個模組之後的話 再插入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呢 比如說我也叫H 其實 這個 程序基本上呢 在Python裡面應該 就類似像一個module 然後呢 姿態小 有沒有 那在那個 Python裡面可以設定 在VBA裡面一樣 工具裡面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一樣 把它改成12號字 OK 你會發現開發環境都很奇怪 預設字都特別小 為什麼 奇怪 每個都一樣 它就不改大一點 不過至少你要知道怎麼改 你一定會打得很不舒服 第二的話就是怎樣 你就把剛剛的程序貼到 這個sub裡面 但是你會發現喔 第一件事我的習慣是貼上 按一個TAB鍵 縮排下一切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這個sub裡面 第二的話呢 其實我不用轉型 所以可以把INT拿掉 然後呢 請你把input的改成什麼 input box 基本上因為 在VBA裡面你要輸入資料最簡單的 就是一個叫input box OK 第一行就OK了 第二行 if我講過了 冒號的後面空一格 打一個then OK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甚至你還可以用一招 冒號全部取代成then OK 可不可以 好像也可以 Ctrl C Ctrl H 然後把這邊改成then 前面加個空白 空白加then 然後你就怎樣 Ctrl H就取代 然後取代一下 這個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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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不用 所以Ls這邊 你就是直接取消 直接把它delete掉 所以這你就看出 規則不同 再來的話呢 這個Ls以符 怎麼樣 Ctrl C Ctrl H 改成什麼呢 改成叫做 L 其實就是 這樣而已啦 差別就是 多一個se 全部取代一下 這樣一個OK了 再來的話 printer 基本上當然 我記得好像VBA有支援 不過呢 我的習慣會把printer 改成那個什麼 Magic Box 跳出一個訊息方塊 不然的話printer我看一下 printer如果run一下 我看一下 這邊 H 對 END IF 所以還有一個地方 這邊少一個END IF END IF 所以那個VBA裡面會多一個結束 但是Python裡面不用結束 差異就看出來了 那執行一下的話 他這邊第一個 這個H H 喔 這邊叫H 這邊也叫H 所以名稱不能一樣 乾脆這邊的話 叫H H 換個名稱好了 H什麼sub之類的 H 隨便 反正就是Hsub 多一個名稱好了 就是特別注意 名稱不能一樣 這個的名稱跟這個名稱重複了 所以他會出現錯誤 那所以這邊的話 printer他不支援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把這邊改成了 printer全部都改成叫 Messie Box C C H 把printer 改成叫 MSG BOX 這個是跳出一個訊息方塊 OK 然後把他全部取代一下 記得好像這樣OK了 把他全部改一下 這樣的話基本上我們來跑一下 再來 請輸入年齡 20 Enter 跳哪裡呢 青年 一樣 這個東西呢 叫Messie Box 所以基本上 Input Box 跟Messie Box 他實際上就是一個 視窗 小小的一個訊息的小視窗 OK 那當然以後的話 你可以藉由 輸入 本來在Python裡面是Input 在 VPH你把他改Input Box 那 Python裡面呢 它是 輸出到那個什麼呢 輸出到Printer 那這邊改成Messie Box 理論上大概就 這樣子把他改完了 其他規則 所以 有很多東西其實 看起來 不一樣的啦 可是 就我們來說 只要規則掌握住 管他今天你是要在這邊寫 還是要那邊寫 或者這邊寫完之後 你把他丟到那邊再改一下 不就OK了嗎 最重要其實是邏輯 所以其實 以前寫過東西要搬到另外的地方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很多東西我都把他搬來搬去 本來可能在VBA的東西 我現在想要讓他在別的地方跑 我只是把他 兩者之間的差異抓出來 就OK了 這一點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不要以為說你學了一個 再學另外一個 學全新的 沒有啦 我覺得其實只是把他差異抓出來 不就OK了 好 這邊的話 請各位 自己再玩玩看 以後如果有遇到那個什麼呢 遇到VBA部分的話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試試看 把它稍微改一下 大概就幾個地方不一樣吧 可能就是 記得那個變數名稱 不能跟sub名稱一樣 所以我這邊把它改成 叫 Edge的sub 然後呢 其他就是改 還有那個 就是 我們的冒號改成 空一格 我用取代的 然後其他這邊 最後就 Enders if 其他基本上呢 都 大同小異 OK 第一個 我們把那個 Python裡面的東西 在VBA裡面跑一下 那當然VBA你可以看得到啦 其實他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環境 各方面都不用你操心 你只要打開就可以run 這是最大的優點 但是呢 他的缺點就是說 他是 商用的啦 他可能會有費用的問題 不過理論上 大部分公司 還是會買office 很奇怪 什麼東西都可以不用買 但是office好像不能不買 因為office不買的話 好像很多人真的就哇哇叫了 就沒辦法上班了 工作上面如果沒有Excel的話 怎麼辦呢 所以 有沒有可能哪一天 突然 Excel從你的電腦消失 有沒有那一天的可能呢 應該是有可能的 不過是哪一天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把Excel拿掉呢 那就是一定要是有 一個 軟體可以完全取代他的那一天 目前來看有沒有一個軟體可以完全取代Excel 好像 真的也沒有 這是最恐怖的地方 因為如果說有一個可以取代性的 你只要有一個取代性的方案出現的話 那另外可能就慢慢被 其實Excel之前也是有一個Lotus Lotus123 也都紅了很久啊 突然Excel一出來 比爾街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弄了一個Windows版 弄了 從Dos 搬到Windows Dos當然一定不是Windows的對手 因為視窗誰不喜歡 對不對 以前要打指令嘛 現在直接就是叫你直接用滑鼠鍵盤 當然好用太多了 而且都彩色 Dos還黑白的 所以當然 一代一代的 未來什麼時候會出現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還沒出現之前 那你就還是 一定要把這個熟練 我想他再紅個起 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再來的話呢 我們待會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請各位 再把那個 BMI的 這個 這題 試做看看 這一題基本上 邏輯非常簡單 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就是先把 請使用者先輸入他的體重 所以會輸入 兩個東西 就把它停一下 我把它run 這個停一下 然後run一下 那個 BMI的部分 所以呢 可能會需要什麼 請輸入體重 可能 體重 75公斤 Enter 身高是多少呢 比如175 Enter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輸出什麼 他的 比如說是過重 或過輕 或標準 不過我這個邏輯應該還是可以再更 因為我現在最後的結果 只有 到底是過重過輕 應該還是要 最後再把 BMI先秀出來 所以也許 我們 可能需要同學做的就是 能夠讓他輸入兩個東西 特別主要 身高的部分 因為BMI是以公尺為單位 所以記得 我這邊還有除以 1000 為什麼除以1000呢 因為我們習慣輸入是公分 不過好像那個 大陸好像他們習慣 你是身高多少米 那我們是幾公分 所以當然如果他們是習慣用米的話就沒問題 可是我們用公分輸入之後的話 記得先把他除以100 然後再做後續 處理 所以 B的關係 害成那個 對 這個信號 信號兩個 意思就是 乘乘的意思 乘乘的話就乘兩次 就平方的意思 對 就平方的意思 就是 對 就是他的那個 如果在 在那個 Python 裡面 你要 平方就是兩個 兩個信號 表示 立方那就三個信號 或者是說呢 後面還會提到 你可以用那個 Mass Mass的那個 類別裡面 會有個點 Po.Pow 那個Pow也可以 Pow也可以 其實加化裡面有個Mass 一個Pow 他也是類似就是 你要 多少是平方立方 也是可以用Mass.Pow 不過如果 沒有 不需要引用到那個 Mass的類別的話 其實直接用這種方法最簡單 OK 那請各位 先試一下 剛剛講的部分 我剛剛是 VBA部分呢 如果你要把它轉換的話 可以試做看看 VBA這部分 我是覺得 蠻多的範例 也許你都可以把 把兩者之間 做一個 轉換 試著做做看 好 好